哄人之前,你想这个景象啊,是挺善人的 就是在这个夜行巴士当中,最后一排 两个人,一个默默无闻的被害者 另一个默默无闻的杀手 俩人一直都没说话 可是刀已亮出来 这个凶手一下子就是轰动了加拿大体啊 这世界人士都感到相当的惊诧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因为这个情节,人们都说 当时看到的人就觉得一辈子见过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就说这个人,他不是捅了几十刀吗 不光捅了几十刀 人们这个乘客就见着这个凶手 还在被害者的身上 用刀划来划去 划来划去 划来划去 而他的脸上 没有一丝一喉的表情 人家说了 当时 好像一个机器人 我看到了一遍 這樣的時候 灰狗巴士 那个司机 要不说人家走南闯北的 见多多 十的广 当然 然后他见多十广 他肯定也没见到这种景象 可是他有一些应急的反应 就这司机一听到后面大乱 顺势就把车停在了路边 然后哐当就把车门打开 他就是想让乘客 全都跑出去 然后司机本人也下了车 下车之前赶快又把车门 给关上 他是想就把那个凶手 给关在车里头 然后这个乘客都出来以后 这时候大家有点反应了 有几个男的 大概是想堵住这个凶手 同时也怕他杀完了 这个人会不会拿着刀 又下车追杀别人 所以几个男的上去就顶住 在外面顶住巴士的车门 就不让他出来 可是当时的景象似乎是 这个凶手没想出来 人们就看见他从这个他一个人当时车里就就在一个人和那个被害者了 他从车的这个尾部 手里啊 滴溜着一个东西 缓慢的走走顺着这个过道 走到了这个巴士的前部 然后冲着在外边堵着车门的那些个乘客 把他手里提的东西 举了起来 您可能也猜到 他提的 正是一颗人头 血淋淋的人头 你想这当时大家就在车窗户外边 看见他在里边 做这个动作 随即 他又把这个人头就冲着堵车门的人 就冲着外边这个乘客呀 就扔了过去 这个景象 加拿大皇家骑警都看见 因为当时就有人报警啊 所以加拿大警察反应还挺快 皇家骑警啊 不知道是不是骑着马来的 他名字叫骑警啊 警察也感到 所以呢 当时警察一边看着这一幕啊 一边用这个布画机 通报情况 警察给这凶手起了一个外号 是一种动物 叫做欢 后来 警察用布画机的这个 对这一幕当时情况的这个通报 不知道被什么人呢 流传到了互联网上 咱们先压压惊 且来听一听 当时这个警察报告的 他们所见的这一幕 好 KO-8 � Weave Silver 警告 яв Badgir appears to be 6-15 officer Asian male short dark hair black T-shirt Arm with a knife 현재 destroyed tests Corder just confirm that Westóc traffic is now decounded Tory Elf-8 Badger is armed with a knife and a pair of scissors and he's defiling the body at the front of the bus as we speak He's still inside the bus? Yeah, he's right up front, right by the door Copy that, door open or closed? Door's closed and locked as we see Copy that, we're just going around the bypass now Other units are following by us Copy advised, he's out there with scissors with him, the knife is towards the front of the bus, I believe Zulu Alpha-16 Generalize for Zulu, he's on the phone, hey Zulu from Alpha-8, he's at the rear of the bus, hacking up the right Zulu Delta-1 Zulu Delta-1, at your leisure, did you give me a shout? Zulu Delta-1, Zulu Badger's at the back of the bus, packing off pieces and eating it Badger's at the back of the bus Zulu Delta-1- Japan 那这个杀手 这个刀手 这个中年人 他跟这个被杀的这个年轻人 这个麦克林 有什么深仇大恨 至于要吃人家肉呢 不光杀人家人 这个呀 就加拿大警方也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根据证据 证明这两个人之间呢 有什么怨仇 这方面的证据 而且大部分媒体报道说 这俩人之间啊 就是素媚平生 根本就不认识 那 何以下如此毒手呢 这就得从 这个杀人者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从哪来的 说起了 根据加拿大警方提供的情况 这起灰狗发式凶杀案的嫌犯 大概40岁左右 名叫宾森伟欢利 案发前居住在加拿大爱蒙顿市 讯问发生地的温尼博新闻社报道说 他是2001年由中国大陆移民至加拿大 照片上看得出来 显然啊 这是一个亚裔人士 亚洲人面孔 或者干脆说呢 比较像中国人 那这个警方当时这个媒体上登他的这个照片的名字啊 写的是个什么呢 Wincy伟光利 这么一个名 听说加拿大那边有人啊 就说 一瞧这名字 中国大陆来的 为什么一瞧这名字就中国大陆来的呢 说你看 伟光啊 这名字多土啊 跟那大陆人 这你看搞歧视了吧 这个洋人居然能看出咱什么名字土 这说明啊 他这洋人啊 他也不够洋 而且啊 为什么出事就说是一定是中国大陆的呢 一定是中国人呢 那不能是韩国人吗 韩国人也有姓李的呀 那菲尔普斯不都给说成韩国人了吗 再者说了 也有可能是新加坡的呀 是有媒体曾经报道过 说这也可能是个新加坡人 但是 就案发一段时间之后 人们唯一知道的还只是说 他的名字叫李伟光 后来啊 弄清楚一点了 确实 是中国大陆去的 而且呢 是北京去的 这我就一下胡乱联想 这北京啊 出了个杨家 跑上海杀警察 还出了个李伟光 跑加拿大吃人肉 当然啊 这这这这 极个别极偶然啊 那个北京人民都非常好 呃 但是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是新加坡人的 是新加坡人的 这种都不得了 是新加坡人的 是新加坡人的 一切都可以 有什么 这种东西 都不得了